北京时间2023年12月9号7039分,朱雀二号摇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搭载的红湖卫星天移33卫星及红湖二号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第三次飞行。 朱雀二号是中国第一型液氧甲烷运载火箭,也是全球首款成功入轨的液氧甲烷火箭。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摇三的发射成功,标志着液氧甲烷火箭的商业化之路开始了从零到一,意味着中国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的商业化上取得了全球领先。 两次连续成功的话,它其实已经从很大程度说明了我们产品从研发到生产再到最后发射运行它的一致性和可靠性的,它是值得信赖的。 蓝箭航天火箭研发部总经理戴正表示,未来商业航天能否发展起来,关键就在于行业内是否能发展出低成本的运载火箭。 而液氧甲烷推行机的应用是非常关键的技术路线,想要实现商业上从零到一的闭环,就要利用这款火箭实现盈利。 液氧甲烷实际上它具备的这两个非常明显的优势,一个是本身成本很低,第二个非常易于发动机重复使用或者复用不移极碳。 实际上在未来几年就是一方面持续的改进足球二号的这样一个运载能力,那么因为把它的这样一个运载能力提升上来以后, 那么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每千颗进入轨道的这个成本就会持续的下降,就提高它的这样一个竞争力。 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加大它的这样一个发射的批量,那么大致的这样一个计划就是明年会打三发,那么后年会打六发,再后一年二六年会打十二发,基本上每年发一倍。 这样一个加大批量,那么也能够降低这个产品的这样本身的一个费用,因为批量加大以后费用会降低。 黄河介绍,基于摇二和摇三的成功发射,蓝箭能够将液氧甲烷火箭进入到接下来的商业化批量交付阶段, 但商业化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仍需要时间使产品得到市场的进一步认可。 我们在目前当下的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要打造好我们整个的一个成熟稳定可靠的发射服务, 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把卫星从地面送到太空中这样的一个任务。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联合我们所有的卫星伙伴, 为我们的最终用户能够提供所谓的载轨交付,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目标。 当然在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更加远期的目标, 就是我们是希望能引入一些各行各业里面的头部公司, 找到非常适应应用太空场景和太空技术的一些地面的场景和应用, 无论是能源或者交通或者城市管理, 自然资源,农业等等,其实也是响应了我们公司的一个愿景吧, 就是人与太空因我更近,能够把这些航天的技术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黄河表示,目前商业航天发展最成熟的是美国, 中国距离美国还有一些差距, 如果将来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业航天能够挑战并且超越美国, 那唯一的可能性只能是中国。 中国的工业能力很强, 再包括中国拥有全世界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供应链的一个体系,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其实在目前全世界的市场, 它仍然是一个最为庞大而最为单一的这样一个独立的市场。 然后第三点其实是因为中国人习惯的都是这种勤劳勇敢, 那个积极向上奋发进取, 不甘落后,不甘居于人下的民族的这样一个精神, 我相信只要给予我们足够多的时间, 中国的商业航天是一定是能够非常蓬勃的发展起来的。